比如說我們用兩朵也可以 但是一般來講四朵我們就比較介意比較不用 因為有些人對於試這個數字就會覺得有一點忌諱 否則的話其實陰樹它代表一種穩定的感覺 陽樹代表一種動感 然後比較積極光明 然後也比較有變化 然後陰樹就是24680 它代表的是一種穩定的感覺 然後我在這個後段的這個地方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隙 所以我再用一點點的三叉花給它做它的後段 好那我們來欣賞一下 今天的這個用這個瓶來插座的這個 這個梅花的這個感覺 好 我們把它移一下下 好 那我們應用這個 就是以60到90度的這個角度 平出的角度 然後插出梅的這種 我們來觀察一個梅的生態 就是這個梅茲它本身是 書寿古怪 我們說我們在插木本的時候要 書就是不要多 瘦就是花不要太大朵 古就是枝幹要古老 那怪就是要特异 然后我们刚刚也介绍到梅花的试柜 那我们知道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 那我们说梅开五半象征的五福灵蒙 所以梅花在中国古典的意象里面 它不只是具有非常多的文人的一个色彩 然后梅花在民间也广受喜欢 因为我们知道梅花多节制 所以对于红梅节制绿竹深深 也是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民间的传统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因为我有一对这样子相同的一个花瓶 然后我们在中国的某些朝代 它会有所谓的一四一花 也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的花呢 不要太复杂 那我们就可以选用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用同样的感觉的花气插 那这样两个相同的花气呢 可以分放在两个空间 也可以放在同一个大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用这个花气 然后呢插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呢 梅花其实它也是非常的坚强的 刚硬的 所以我们是用有一点点直立的这个花形 让它昂扬向上的感觉 然后来插座 但是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瓶口它很小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枝呢 这样子把它折下来 折下来 所以我要把它这样子剪一下下 剪一下下 然后我把它折一下枝 然后梅的枝干呢 我们会发觉说 这个梅花的它这个枝干真的是非常的美 因为它有那种斑纹的一个变色的感觉 好 我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 我们让它有一点点的弯曲的曲度 好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让它可以立起来 立起来 好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呢 我们是以平出的角度来插 那这个梅枝呢 我们用直立的角度来插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它可以是单一的运用 也可以是合而为一的 好 那我们形容一个人呢 就是铁汉柔情 或者我们形容 说一个人写书画 写的是铁画银钩 这个其实都是从梅花的这个枝干出来的 我们说那个梅花的枝干呢 它就像我们在写书画一样 就是铁画银钩 所以它的枝干的那种力道的美呢 都是智古以来 很多文人在书写画画的时候 对它特别记情的地方 另外我们形容一个人说铁汉柔情 那梅花的枝干呢 是非常的刚硬有力的 但是它的花朵是非常的柔软的 那非常温柔的 所以我们这一枝这个花枝呢 就是让它以直立的花形来插桌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在它的下段呢 也是一样我们加一个松枝 我们加一枝的这个松枝 好 然后这个松枝呢 跟着它 因为我们这个松枝盖 我们剪的都很短的花材 因为这个都是花园里面盆紧的松 所以我把它剪一小枝短短的 好,然后我们来跟这个梅之间做一个搭配 好,让它修饰一下梅花的下段 然后就能够显现出一种 昌脆的一种梅感 好,那各位阿博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 刚刚是以舒颖狠斜的这个角度来插桌 然后现在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直立的花形 来插桌的一个梅花的感觉 那这件作品呢 我是要用白色的这个山茶 来做我的这个煮花 那来搭配这个白色的梅花 好,那同样的 我再给它上一点一点的铁丝 那这个因为 我们刚刚有说到 因为这个花器的瓶口它特别的小 所以在插桌的时候呢 就需要比较多的一个技巧 如果瓶口它很宽广的话呢 可以很顺手的就给它放下去 可是这个瓶口它几乎不到十块钱的这个钱币的这个大小 大概只有五块钱钱币的这个大小而已 所以它就必须要经过特别的用心的去把它插桌 好,那我用一个白色的山茶来做它的煮花 好,那同样的我把它折一下下 这样子我能够很顺利的可以放的进去 然后这种瓶口往内收的这种炼口的花瓶 它插起来特别的有一种内敛的一种美 像内收的一种美 然后开放的一种花瓶呢 我们称为吃口 就是口是大的 它就会带有一种大方的大气的一种美 所以每一种花瓶呢 它呈现出来的美感跟质感也是不一样的 好,然后我用了一个白色的山茶来做它的煮花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用这个白梅花 跟白山茶之间的一个互动跟感觉 好,然后因为我的山茶的后段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松针 好,来修补它的后端 好,来修它这个后端的这个感觉 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松针呢 稍微的调整向下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有些花柴呢 它插出来的感觉 低于气口的感觉 也是特别的具有美感的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个瓶花 好,那我们把这些多余的这个汁呢 再把它修一下 好,所以我们提到梅花呢 我们说呢,具有一种我们所谓的沼雪精神 那古人也说呢,长居绝白 那能够逍遥自在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梅花呢 我们说梅花花开也代表了中国艺经里面最重要的元亨力争 就是梅花呢,它的开放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 然后我们看到,梅花从开花开始 然后散播的生命的一个芬芳 最后能够结成各种梅子 都能够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展放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呢 梅不只是带给我们非常多精神上的一个思考 比如说梅花能够在最寒冷的时候开花 所以我们说,万花感向雪中开 一树独仙天下春 那梅花代表了就是一种能够凌霜凌雪 能够盛开的一种精神 带给文人的一个自洁的一种表现 另外呢,它在民间因为有广受喜欢 因为梅花的多子多孙 带给民间传承很正面的一个寒意 那因为梅花的梅子又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在《易经》里面我们以它来象征 钱挂的元亨利争 所以难怪中国所有的文人或者民间 每个人对梅都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喜欢 那我们在赏梅的同时也是学习 像梅花一样有一个着雪的一个精神 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做最大的一个绽放 从花朵开始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能够完全的布施 完全的奉献 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奉献 那愿此香花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荣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志 阿弥陀佛 爱沙尔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 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 我们将生出援手 护持护生 任养学童 邀大众一起来加入 华博账号42138483 42138483 护民中华护生协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志愿Call 中央流星 疫情指挥中心 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功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以拱手代替握手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 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正确戴上口罩后 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 二 拥挤或密闭场所 应全程戴口罩 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 均应避免交谈 用餐后若要交谈 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三 廉价结束后 提醒您留意自己健康状况 如出现不适 记得戴上口罩 尽速就义 并告知旅游史 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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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